你怎么来了 爸 你怎么来了 爸 快进来 爸 你怎么了 我没事 爸 快进来 爸 您还没有吃饭吧 我 这点谁还没吃饭啊 闺女 爸吃过了 爸 吃过了还可以再吃点 您很久已经没有吃过女儿做的饭了吧 我去给您做点 这么长时间没来 是不是又管你姑娘要钱来了 爸 您需要多少 我去屋里给您拿 哟 挺有本事的呀 员工工资发了吗 银行贷款还了吗 女婿啊 还有你 你姑娘背着我给了你十几万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不是我说你 你就别再误会我们了行吗 我们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车子都抵押了 就差卖房了 行了 胡浩南 你冲我喊啥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 来 你给我过来 你什么意思啊 我爸他大老远的过来 他肯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看看你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你嚷嚷什么呀 看不惯别来 又不是我让他来的 他是我亲爸 他遇到困难了 我这个做女儿的 必须管 你拿什么管 他每次都说借 他又还过一次吗 你弟弟他不也老是 问我们借钱 他又还过一次吗 行 在这儿等着我们是吧 今天你要是敢管 咱们就离婚 胡浩南 你真是不可理喻 闺女 爸对不起你 是爸拖累了你 你给爸的钱 爸没乱话 爸生病了 我怕你担心 没敢告诉你 不过 爸现在不怕了 医生说 我没有多长时间了 所以爸也放弃了 卡里是剩下的钱 爸还给你 不够的 爸下半战再还给你吧 如果你还愿意做爸的姑娘的话 下辈子 我说 还要来 发房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胡浩南 你不是说我离婚吗 行 我答应你 明天就离 好 没什么事 是女儿不孝 连你生病了都不知道 爸 女儿 你快起来 发自到你工作忙 就一直没告诉你 你快起来 起来啊 恐怕这辈子 爸 你说什么傻话呢 我是你女儿 我不能让你放弃治疗 就算我砸锅卖铁 卖车卖房 要把您的病治好 爸 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得上 此欲笑而寝暮待 千万可别忘了